小故事大道理,在添一把柴 有一个商人,当有人问其成功的秘诀时,他只说了一句话 在添一把柴 很久以前看过这样一幅漫画 一个挖井的人,他一连挖了好几口井,都没有看到水 其实并不是没有水,事实上,他只要将其中任何一口井 再深挖一点点就行了,但他没有 结果所有的功夫都白费了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抱怨这个世界 抱怨提供给我们的机遇太少了 而一旦机遇来了,抓住了,又抱怨成功太难了 尽管我们曾经也投入过,拼搏过 但就在成功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却退却了,放弃了 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相中了一种新产品 并满怀信心地将它退出市场 一段日子后,这种新产品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 给他带来乐观的利润 便咬咬牙又撤回来了 结果不久之后,这种新产品再次在市场上出现 而且竟然还十分畅销 后来,这位朋友懊悔不已 在这种产品还没被大众所了解和接受的时候 他只注重结果 但当这种产品逐渐得到人们认同时 他却撤了回来,结果别人捡了个大便宜 其实,有时成功离我们只有一步之一而已 关键时刻也正是在添一把柴的时候 加油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